但是拍戲的環境不是這麼穩固 可能有一搭没一搭的 其实压力还是会有 成绩好一阵子终于重新复出 艺人和君详心作品表现亮眼 今年三月受访时 坦言深被防贷经济不稳压力大 如今却传出被黑道威胁 还爱告防害性自主 24号住家各被检警搜索 虽然一度传出提告人是酒店公关 但有知情人士透露 她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德州扑克女和官 艺人有时候常会去德州学会去玩 那就常常会认真是和官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处德州扑克场所就位在台北市松山区 规模不少彩会员入场 至常有演艺人员出入 和官都是经过精调细选 据了解一次是今年1月初 赫君详受邀来到松山区 这处私人招待所参加朋友生日趴 当时这名德州扑克女和官 认为赫君详趁她喝醉时 做出侵犯行为 而外界传言事发后 女和官曾找来道上兄弟 要跟赫君详私约谈判 并要求以200万元和解 但赫君详担心有危险未赴约 最后女和官才决定到附幼 对报警提告 不过赫君详也发出律师函 否认有任何语举行为 就你这样也想做 赫君详千几年新途卡官 较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2020年重返台剧 担任男主角 今年也再度跟林依晨合作 话题不断 好不容易再翻红 却又遇上桃色风波 他可以向法院申请合法搜索票 案情相对复杂 或是这个有关键证据需要保全 这种必要的情况下 法院才会合法 以色和解金乔布隆才提告 但双方各说各话 整件人见来龙去迈 究竟谁是谁非 恐怕只能交由检调给答案 静新闻综合报道